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大家好 小鱼今天又来带大家吃瓜了 近日有网友爆料 著名男演员王凯即将结婚 该网友声称女方也是圈妹人 看来也是女明星 于是网友们纷纷认为是谭松韵 还有人称 王凯在德国 已经向谭松韵秘密求婚了 说双方非常珍惜这段感情 平时掩护得很好 营业也很低调 当然也有人猜是王凯以前的CP 一 王凯的CP之王欧 王凯走红以后 绯闻很少 一个就是王欧 两人合作拍摄了 伪装者和狼牙榜 但伪装者 中王欧是近东的CP 狼牙榜中王欧和王凯 不仅不是CP还是敌人 但是无论是拍摄还是宣传期间 两人抬前幕后都很亲密 因此传出绯闻 之前还有人爆料两人已经秘密结婚 但对于传闻 两人都没有回应过 后来王凯走向实力派 与正午阳光合作良好 还自己开了工作室 而王欧风头见过 两人便在位同框 王凯的CP之蒋星 王凯的第二个大热CP是蒋星 蒋星凭借甄嬛传 爆火 也是正午阳光的宠儿 两人曾合作过欢乐颂 但剧中两人也不是情侣 欢乐颂有五美 可是王凯独独与蒋星走得很近 两人常常交头兼耳 蒋星还曾发过一个似乎告白的微博 引起网友热议 纷纷以为两人恋爱了 不过网友还没吃完瓜 蒋星却跟叶祖星谈恋爱了 导演不久也和平分手 叶祖星的新女友 是王凯公司的员工张嘉宁 3.王凯的CP之谈松韵 最近因为在《向风而行》中 但眼情侣 王凯和谈松韵也被传出绯闻 不过大多是剧粉在科CP 两人私下里从未拍到同框 王凯被传同性恋值得注意的是 王凯刚刚走红的时候 除了与王欧的绯闻满天飞 还有传言说她是同性恋 因为有网友发布了一张 同性恋者的聚会照 而王凯出现在了其中 王凯的回应还有网友猜测是宋茜 但一向鲜少回应的王凯 工作室火速打假 否认了与宋茜的结婚传闻 爆料者根据爆料者说的 女方是圈内人 但不是大热CP 应该可以排除王欧和蒋新 她还说也有人猜到过 那就不知道是谁了 毕竟娱乐圈的未婚女心还是很多的 值得注意的是 有网友留意到 爆料者的IP地址显示在德国 而之前爆料胡哥结婚的人 IP地址也是德国 无数有网友猜测 这可能是同一个人 胡哥隐婚的消息已经被证实 如果爆料者真是同一个人 那么王凯将结婚的消息 真实性还挺大 不过网友对此 但是很淡定 除了猜测女方是谁之外 纷纷表示都笨似了 该结了 胡哥结了 他也该结了 太好了 正名不适同 确实 王凯走红以后 不焦不燥 一直埋头演戏 用作品跟大家对话 如今终于成为了真正的实力派 更多人期待的 就是王凯和谭松韵 看过电视剧《向风而行》 得 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王凯与谭松韵之间的吻戏 很酥 很甜 很唯美 不像有的吻戏看着恶心 在红绿灯底下 两人相互奔赴 汹涌爱意转化为相拥 这个体型差谁懂啊 深深的一吻定情后 绿灯都要切红灯了 凯凯王还不愿意放开谭松韵 用浑厚有力的嗓音说再等惠儿 摸头搂腰的声吻一绝 画面是十分美好 特别是在现场拍摄走戏的时候 NG重拍数次 轻的次数远远比看的次数多 凯凯王变换角度 还没正式开拍 就已经上手抚摸人谭松韵的脸颊 还美名其约贴心地说 这是在为谭松韵挡一挡风 在工作人员的眼神注视下 凯凯王低头亲吻谭松韵 导演在一旁起哄说 应该这样那样这样 凯凯王顿时就不乐意了 用一股你在教我做事的表情 回对导演 你花招挺多啊 说完就一股作气把松韵抱上肩 许诗动作太快 谭松韵还紧张压抑地说 这么高 为了照顾到她的感受 凯凯王慢慢地动作将谭松韵放下 然后再轻轻地倾注谭松韵的嘴唇 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了 在轻的这一瞬间 王凯先是小拙了两下 才是叹性地完全覆盖 谁看了不说一句好会啊 围观人群看着都狠狠地激动了 正在演的人怎么能不心动 等到导演喊卡的时候 谭松韵都羞涩埋进了王凯的怀里 凯凯王为了缓和气氛 特意向谭松韵开玩笑说 是不是特别置井椎 引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凯凯王在谭松韵面前 就是个搞笑男吧 好在两人都演绎得很成功 导演当即就决定留下这一条 最抓码的是 凯凯王还与谭松韵一起 羞涩地回看吻戏片段 宛如公开处刑 真的是让人羞涩不已啊 对这场吻戏的总结就是 他俩的吻戏花絮充满着爱意 成熟的男人有技巧 感受就是不同 但其实真正让观众朋友们上头的 不仅仅是戏里延伸的这些互动 还有两人在戏外大大方方的合体营业 是连导演都说受不了的程度啊 谭松韵只是贴近了一下凯凯王的脸颊 凯凯王就受不了了 直接就对着谭松韵 上演了一套填到给你贵的戏码 谭松韵有点控制不住的哈哈大笑 王凯便只是谭松韵 此时该有矫情的反应 一边说讨厌讨厌才行 正是开拍的时候 谭松韵脸颊刚贴完 就迅速抽身躲开 可凯凯王还是能快速反应过来 大手一捞 抓住了谭松韵的手臂 一把扯进自己的怀里 说着肉麻的逆呼的台词 谭松韵娇羞地拍打凯凯王的胸膛 不知道这个撒娇凯凯王满意了吗 反正已经是甜到贵了 通过各种各样的花絮就能看出 他们这些拍的是真的快乐开心啊 跟谭松韵在一块儿 王凯怕是虎牙都笑出来了吧 王凯与谭松韵的组合 乍一眼看过去 还以为是老夫少妻 没成想戏评以后 才发现暖甜暖甜的真好看 为了拍好相风而行 这部剧 王凯才是真的豁出去了 打破了自己从不张嘴拍吻戏的规矩 于是乎网友们就有了不约而同的一个声音 就是王凯与谭松韵 有可能发展成现实中的情侣吗 毕竟他们的吻戏可是真枪实弹 一丁点水分都没有到 但是有一点非常可惜的是 王凯有两场试探的吻戏被删掉了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王凯亲自在采访中表示 在生活中 他其实是跟男主的人设定位类似的 是一个比较积极主动的人 一旦确定了某个目标 就会不遗余力地去把他完成做好 不喜欢拖泥带水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有了王凯这句话 网友们就不难发现 高冷的王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真的非常明显 王凯会在发布会上的时候 偷偷瞄旁边的谭松韵 笑到无法自拔的时候 会情不自禁地去触碰谭松韵的肩膀 不知道能否等到他们的官宣呢 敬请期待吧